31省份婚姻大数据 广东结婚最多 河南离婚人数最多 民政部资料显示 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资料 约813万对 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官后 再次跌破900万大官 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 仅为最高峰2013年的60% 31省份结婚人数多少 与各地的人口总量 尤其是户籍人口总量有关 也跟各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 从结婚对数看 广东以63.3万对位居第一 广东是常住人口第一大省 同时年轻人占比高 试婚群体也比较多 户籍人口第一大省 河南以62.5万对位居第二 不过第三经济大省山东 虽然总人口过亿 户籍人口也不少 但2020年结婚人数 仅为48.7万对 排在广东 河南 四川 江苏之后 仅位列第五 山东结婚对数少 与人口外流有关 从离婚对数看 河南超过27万对 位居离婚人数榜第一 第二名的四川 与河南差距很小 不到1万对 江苏也23.4万对 位居第三 相比之下 结婚人数 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 离婚对数 仅位居第四 比河南少了近5万对 从离婚对数 与平均人口数的 理解比看 天津 黑龙江和吉林 位居前三 目前东北三省的人口 都出现净流出 其中 2019年黑龙江境 流出近18万人 吉林境流出11万人 辽宁境流出4万人 此外 东北的人口流动比较大 不少夫妻 长期两地分居 也较容易导致离婚 在看 МУЗЫК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